衛生福利部尤其高雷中介收入佛欠借 同時也尤其有利教育提早準備教育基金 特別是尤其入利董至少年未來教育發展考舊 再去在合米町公所基盤 合米、新港、山西三兄弟的社名會 這邊現在來到現場 來關心我們這個方案來能夠比較順利的進行 尤其高雷及中介收入佛提早為有利準備教育基金 政府將對應在利董青少年的考察助立對應費用 以每個月欠入1250塊以來 一年就可以欠15000塊 政府對應欠入15000塊 18年之後將可以有一筆54萬塊的教育 或是創業基金可以運用 我們中央政府的一個好的一個政策 我們今天藉由這個場地 我們來做一個說明會 讓我們更清楚我們中央政府的一個福利法律 當然我們針對的是中低收入戶 所以說在這邊等一下會做一個詳細的一個說明 然後我也希望我們公所同仁 更了解我們的這個方案的一個內容 然後能夠深入到我們的各中低收入的家庭 讓他們清楚 因為這個剛才我聽到這個方案是 大概我們就是一個月存了可以存一萬一千兩百五十 最高我們政府就補助一千兩百五十 當然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下核算起來 大概一年是一萬五 當我們小孩子到了18歲 大概有五十十萬 大家這剛才到五十十萬 就可以給我們小孩子一個創業基金 當然這是一個好的政策 我們公務部門在執行我們政府的政令的時候 一定要落實 希望我們公所的工作同仁 能夠更加的了解方案的內容 然後說明的更 讓我們所有的低收入部門更清楚 所以說在政府的指導 政府的政令之下 我們確實要把我們政府的好的政策 落實下去 也宣傳廣為宣傳 只要是一百零五年 正月的政策以後出席 負合家修、客家是中家修 立主家的鄉親都可以辦理 對家庭以及社會 都相對可以減輕負擔 今天可以自由選擇 但是以今年最多一萬五千塊違反 歡迎負合主家鄉親得家參加 新中華新聞江戴晉 何美 蔡宏博德